异形电影吓哭八岁娃 家长怒告影城 网友 这郭影城背得冤吗 哎呀妈呀 这夺命建议上映 果然火得不行 连八岁的小朋友都忍不住想去探险 但结果嘛 小朋友观影途中被吓得不轻 家长直接怒了 投诉影城说是放错了电影 这事一出 网友们炸了锅 纷纷表示 这不是明白着的吗 二级电影啊 血腥暴力重口味 连海报上都写着未成年人渗入呢 影城也是一脸无奈 心想 我这明明提醒到未了 怎么还是中招了 看来啊 家长们在带孩子看电影前 可得先做做功课 别一不小心 就成了网络热梗的主角了